你听说过世界十大致命物质吗 这里是知识TNT 很多人都希望能有一个美丽的容颜 但是有句话叫做一胖回所有 因此许多咬肌和苹果肌发达的人会选择打瘦脸针 而瘦脸针中就含有肉毒素 这是一种毒性很强的物质 甚至被排在了世界十大致命毒素之一 它是由肉毒杆菌分泌的 之所以被应用于瘦脸 是肉毒素可以通过视神经营养作用 使咬肌萎缩变小 因为手术用量非常少 所以就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而另外九种致命毒素且听我慢慢说来 2. 铅 在世界上铅中毒是很普遍的事情 很多研究人员认为 这就是造成贝多芬死去的原因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指出 仅仅因为含铅涂料 一年就导致近50万人死亡 并且儿童在低水平铅环境下 会遭受永久性大脑的损伤 而高含量的铅会直接攻击中枢神经系统 导致大脑昏迷和死亡 3. 河豚毒素 虽然在日本料理中 河豚知道鲜美的食材备受人们喜爱 但是它的体内却含有极具毒性的河豚毒素 如果被人摄入 可能会导致呼吸衰竭 瘫痪甚至是死亡 并且目前还没有解毒剂可以治愈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排除毒素 4. 生 生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熟悉的名字 就是我们常说的皮霜 在新人县宇章镇长庆村中 许多村民用高生煤替代木材作为燃料 导致很多人患上癌症 并且任何药物对生中毒导致的皮肤癌都没有效果 因此许多村民手上长满了玉米粒大小的生疗 骚痒难忍的时候 他们就用指甲刀把生疗剪掉 但是过不了多久又会长出来 继续折磨着人们 5. 马钳子碱 这是一种毒性极强的白色晶体碱 来自于马钳子和相关植物 它用于毒杀镊齿类动物和其他害虫 相传南唐后主李玉被逼服下的千基药 就是马钳子碱制成的 它会破坏中枢神经 会先让中毒者脖子发应 然后肩膀和腿产生痙磷 直到身体蜷缩成弓形 并且只要说话或做动作就会再次痙磷 6. 氢化物 科学家认为氢化物和湿地磷 在毒性方面相当相似 都有着很高的毒性 2012年 一名华尔街的百万富翁 在法庭上吞下氢化物药丸后 在大约37秒内就立刻死亡了 也有许多化工厂的工作人员 因为没有佩戴防护面具而中毒 导致了神经衰弱综合症和呼吸衰弱等疾病 7. 沙灵毒气 沙灵毒气是由德国人研发而成 之后他们很快就发现这种毒气的军事价值 并投入大量生产 但是他们在二战期间并未使用 反而在战争后 这种毒气才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生产 在1994年6月27日 日本长野县松本市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 行凶者在深圳区住宅街内散布了沙灵毒气 最终导致了7人死亡 660人受伤 8. 臂麻毒素 这是一种致命的有毒蛋白质 中毒者会表现为咳嗽 恶心 呼吸急促 之后流体开始积聚在肺部 导致发热和出汗过多 很有可能出现低血压和呼吸衰竭而导致死亡 9. 拱 拱俗称水银 它经常被用来制作成温度计 根据史记记载 秦始皇就死于服用炼金术时配置的拱与玉石粉末的混合物 而拱和玉粉会导致肝衰竭和脑损害 虽然它自然存在于空气、水和土壤中 但是在动物体内积累并变成甲鸡拱时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10. 金色剑毒蛙 它是最迷人的金色动物之一 也被称为地球上毒性最强的动物 这种生物碱毒素所拥有的毒性 仅一毫克就足以毒死近一万只老鼠 或者两头非洲的熊象 而一克金色剑毒蛙缠毒素 就会导致大约1.5万人送命 不过由于气候变化和栖息地的消失等原因 金色剑毒蛙的数量正在迅速下降 并且它已经被列为冰威保护动物了 以上就是世界上最致命的10种毒素了 大家在生活中遇到过它们吗 好了 知识TNT已经耗尽 关注我 下期继续分享知识